满车厢的拥有和失去 青春还带着梦的心里 怎么了 你这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 刚刚那样 真的可以吗 你是说拒绝比赛的事 有什么不可以的 你当时不是也反对吗 我反对只是一时冲动 而且你说过 对于闺蜜星球来说 NK是最适合合作引流的公司 闺蜜星球还有一周就要上线了 如果现在再去谈其他公司的话 时间恐怕 其实从公司的利益出发 我们已经获利了 在闺蜜星球上线之前 有这么一次精彩的预热 老颜她鞠躬甚美 现在无论是商界还是娱乐圈 只要是话题 都可以拿来消费一下 怪不得 现在网络上 都是你跟严总的段子 闺蜜星球的搜索量 已经达到了千万级 还有百度指数 也翻了近百倍 所以现在 能不能合作 已经不重要了 当然不是 你还记得她今天说的话吗 无论结果如何 她都会和她自己合作 现在市场的发展 让她必须得跟我们合作 区别是在于 不同的方案而已 而现在我拒绝了鄙视 她必须得主动来找我们谈合作 合作的条件 也只会对我们更有利 不知道严长军她现在做何感想 今天的结果 她应该也很满意 因为你终于肯对她低头了 算是吧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 NK要上市的事情 你说过 NK去年上市失败了 严长军现在正在探融资 NK准备再度冲击上市 所以今天这波造势 她也赚了不少 我怎么感觉 是你们两个合起来 把所有人都玩了一通啊 不过这严长军 她就这么确定 你不跟她比啊 万一有变故呢 那对NK来说 不是毁灭性的打击吗 她想要的 只不过是我的一个态度派了 因为她知道 你会为当年的那件事情 对她退让 因为我刚才说的那些话 都是真的 大家之后好好休息 明天我要去美国出差 大概一个星期就回来 这件事情造成的后续影响 会继续发奖 不过你放心 有我在 不过来 我不会让你独自面对的 好 想要常常被误会锁住 假装不在乎 却白给孤独 我们还要再走多少的弯路 说好的以后 说好的以后 怎么能走掉 像寂寞星球 一个人漂流 明明瞧着你 别要讲个狗 思念困在身体里 你漫有多难受 夫妇 说好的以后 别轻易放手 因为我刚才说的那些话 都是真的 这件事情造成的后续影响 会继续发奖 不过你放心 有我在 我不会让你独自面对的 事顶 上s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